副总统Mike Pence今天早上确认了 接下来美国四年的总统 将会是民主党的拜登跟Harris 美国国家的最高殿堂 被挺川暴徒攻陷了 两个小时 主流媒体口径一致着 吞噬着左派的狗屎 川普以及川普的支持者 早上是爱国英雄 下午却变成了过街老鼠 左派跟右派的阴谋论到处乱传 你到底要相信谁 我是Ethan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知道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 Mike Pence确立了Joe Biden当选 但是我想要先讲一下 昨天在华盛顿DC发生的暴动 各位如果有在看PHC的话 就会知道说 我从以前就一直反对暴力的游行 从以前台湾的太阳花 香港的反送中 到这一次 美国的国会也被冲进去了 造成了四个人死亡 以及超过五十几个人受伤 在这里我想要呼吁各位 暴力永远不可能解决任何事情 我知道网路上有很多的影片说 冲进去的人是Antifa 还有BOM的支持者 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就是管好自己 不要被煽动 川普昨天在演讲上面说 We need to show strength not weaknesses 当你使用暴力的时候 就是你把最软弱的地方显示给所有的人看 We are better than that We are not like them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知道我们要控制自己 当你把暴力跟死亡骄傲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上的时候 你同时也把你的灵魂交给了撒旦 你以为你是在为了国家 你以为你是为了自由 你以为你是为了宪法而牺牲 但是你可以看看那些死掉的人 他们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反而让左派有更多的理由去执行不正义的决定 我记得几个礼拜前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我们要去DC 而且这次去的话 We gotta do something 听起来好像很热血 很爱国 听起来就像日本的那个Yamakuchi Ohtoya 冲进国会暗杀支持共产党的政客一样 好帅 可以在历史留名 我跟他说 如果他在想着要攻击任何东西的话 就不要去 你的枪 你的刀 你的武器 永远都是防御性的武器 当你有任何想要利用你的力量 透过暴力来叫人屈服的时候 你就绝对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他们昨天的结果 昨天他们冲进国会里面 没有做任何事情 他们跑到Nancy Pelosi的办公桌上 留下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We will never give up 得到的结果就是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宣布Joe Biden当选美国总统 So don't be stupid We are better than that 川普以及Ted Cruz 还有George Hawley 这些想要帮这次大选 透过法律程序 来建立一个选举调查委员会的计划 被这次的暴动彻底打散 早上的时候 Cruz还有Haley站起来反对 Arizona选举人投票结果的时候 共和党的人全部站起来鼓掌 这两个人就像是为了正义 为了事实而战的英雄一样 结果开会开到一半 又是暴徒闯进国会 然后大量的川普支持者 也进入了国会 逼着这个会议必须停止 1月6号其实一大早就不和谐 副总统Mike Pence进入国会之前 就删除了他推特上 所有跟川普的联系 而且把所有自己承说过 川普执政的政绩全部封锁 之后他把他的大头贴的封面 改成了Kamala Harris跟Joe Biden 手牵手的照片 也就是说他迎合了共和党的总召 Mitch McConnell的呼召 放弃了这场选战 他说宪法让他无法反对选举人的结果 这表示他根本就没有看过宪法 或者是故意看不见美国的宪法 因为限制住他的是1887年的Electoral Act 而不是美国宪法 在议会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共和党跟民主党的真面目 很多一直以来川普的战友 包括Lindsay Graham还有Kellie Laufer 开始说出 Enough is enough Biden is the legitimate winner of 2020 election 还有Count Me Out的言论 他们在会议中说 这次大选没有大型的选举舞弊 就算有也不可能改变选举的结果 拜登就是美国的总统 很好笑的是 这次大选的舞弊 还有证据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这些证据 很多是他们一直以来支持着 甚至是他们亲自提出的 不管如何 他们平息这个暴动之后 Mike Pence持续主持了 这个选举人的开票会议 而在今天的凌晨宣布了拜登当选 所有的媒体 这里包括很多我Facebook上面的朋友 甚至台湾的新闻开始在那边说 川普刺激了这次的暴动 而且有很多共和党的议员 瞬间变成了正义魔人 开始叫川普要站出来 谴责这些暴力的行为 好笑的是 川普其实是第一个出来 谴责这些暴力行为的人 他在几个人才冲进国会的草皮上的时候 就发影片出来 叫大家回家 他爱这些人 他们都是特殊的 千万不要使用暴力 赶快回家 但是这个影片 却被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Google 全面封锁 而且主流媒体也一直在报道 川普什么都没说 川普刺激了这次暴动 就是因为川普才会发生暴力事件 这个样子的新闻一直出来 就在这一瞬间 川普以及他的支持者 从美国最爱戴的总统团队 为了正义发生的团队 变成了过街老鼠 网路上开始说要罢免 弹劾 伊朗甚至说要来刺杀这些人 英国的首相Boris Johnson 还有各大公司的CEO 开始要跟这些人划清界线 这还包括共和党的人 也决定要跟这位 曾经带领他们赢得大选的人撇清关系 就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美国大选看起来真的是落幕了 左派看起来彻底的粉碎了 川普带领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么我们输了吗 事实 道德 正义 真的输了吗 很多人在网路上会开始发 Linwood的推文 说这些人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Mike Pence是个叛徒 还有影片说是 这个警察把这些暴徒放进国会的 也有很多左派的朋友 在Facebook还有朋友圈里面大骂 川普的支持者都是个白痴 有种就去闯军营啊 令我最难过的是 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 甚至牧师在那边睁眼说瞎话 说川普流无辜人的血 道德沦丧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的确值得你去生气 的确会让你感到很情绪化 但是你不能跟他们吵 我昨天在Facebook上面跟朋友吵了一句 然后我就发现我要收嘴了 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如果你是右派的人的话 你要做的不是赢得这个选举 或者是赢得这些争执 你要做的是赢得他们的灵魂 而唯一可以做到的方法就是 你把你的生活过得更好 而且坚持捍卫你的价值观 或许未来很可怕 你可以看到川普 Ted Cruz, Josh Hawley 这样的人被吊起来打一样 当Mike Pence, Lindsey Graham, Kelly Laufer 这些人背叛 然后说之前的选举舞弊全部都不用调查了 Enough is enough 这些之前对着你说 他们会尽他们的权利 让正义还有事实公开在世人面前 但是现在变成一个正义魔人 而且是落井下石的时候 你更要捍卫你的价值观 透过这次华盛顿DC的暴动 我更看到人性的软弱 我更看到我自己的软弱 我在想如果我在当下的话 我会不会也冲进国会里面 答案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这是犯法的 这是不公义的 这个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就算前面领头的是Antifa或者是BLM 但是我还是很有可能跟着一起冲进去 我的心中可能抱着正义 我的心中可能抱着盼望 我心中可能抱着追求事实的决心 但是只要稍微一步注意 很可能就搭上了魔鬼的列车 我们要赢得最终胜利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要跟耶稣一样 心里要向着神 而不是向着世界或者其他人 甚至你的总统 只有心里向神的时候 你才可以看得很清楚 不然你就跟台湾的太阳花 香港的反送中 还有这次美国 不管是这一整年Antifa BLM 还是这一次闯入国会的人一样 什么都做不到 只是被政客彻底利用而已 而且正因为你是基督徒 别人犯错好像都是情有可原 但是你犯了错 就会被完全放大 所以你更要做好你自己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请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分享 更多美国新闻 请继续关注AI News 我是Ethan 我们下次见